不过这场格马兰族事务座谈会 封冰箱的西社、利德还有基奇等格马兰族的头目还有青年会干部 执意认为原民会只邀请特定人士出席十分可疑 除了拒绝参加 还有将近50位族人特别拉布条道场抗议 强烈反对陈科瑞为格马兰族的族群委员 抗议原民会不尊重部落 还企图要分化部落、破坏部落团结 原民会主委一将法洛尔 在原住民族事务座谈会上进行说明 仓外部落族人不买单拉布条抗议 拒绝原民会族群聘任委员陈科瑞 担任格马兰族群代表 高喊要求陈科瑞下台的口号 说明会的部分有没有邀请到我们格马兰族的 是有邀请、有通知 可是我们觉得主委是来摸头的 来勉强要求我们来接受陈科瑞 所以我们不接受这样的说明 也不会去听他们解释 抗议的部落头目、青年会干部等质疑 认为原民会仅邀请特定人事与会 十分可疑 不但拒绝入席 更有将近50位的部落族人到场拉布条 抗议原民会不尊重部落 力保不被部落认同族群身份的人 还企图分化部落、破坏部落团结 企图格马兰族支援 企图格马兰族支援 原民会剥夺格马兰族权益 原民会剥夺格马兰族权益 特瑞不是任请他下台 第二个诉求就是请原民会尊重格马兰族权益 应用专任委员应该是由格马兰族全体来聘聘 第三点请原民会即刻立即向格马兰族道歉 以降法论要公开跟格马兰族道歉 以上是我们青年会三个诉求 到现在他已经是族群委员坐在这个位置上了 他喊着说要服务我们格马兰族人 结果他服务了什么 分化我们族人 造成我们格马兰族分裂 这样的人适合当我们的族群委员吗 不是 是不是要请他下台 谁应该负责最大的责任 原民会 今年7月29号正式聘任格马兰族群 聘用委员的陈克瑞 面对任用案却掀起部落众怒 他除了在自己脸书上表达立场 对今天部落族人的陈抗 陈克瑞在电话那头则选择不回应 虽然原民会再三重申强调 聘用族群委员陈克瑞条件资格及领选程序都符合法律规定 然而抗议的部落族人仍严正拒绝 认为自我认同与族群认同 比法律登记认同更为重要 因此仍强烈要求原民会更换 不被部落群体认同的格马兰族群委员 记者石玉兰 风彬采访报道 不被部落群人的阴影